幹你娘反應怎麼那麼快啊 嗯 好啦 贏了 我現在看到路克就非常不爽啊 看到路克就很生氣啊 誰准你 插盒 你再給我伸手 幹你娘 插盒不到 後退打摔 先速摔 一個插盒 漂亮 來個騙解摔 這個人是延遲點類型的 先個B閃 哎呦 幹你娘 一個後退打摔 沒打到 一個延遲剛漂亮耶 其實我是按解摔的 沒解到 哎 我按了 應該要爆B了吧 幹你娘 反應怎麼那麼快啊 反應怎麼那麼快啊 通常都會被我嚇到 然後按解摔說 可惡 好啦 嗯 這樣怎麼沒缺到 哇 1s2 哎 幹 稍微認真一點啦 稍微認真一點啦 嗯 剛本來要放另外一手啦 放錯啦 先稍微認真一點跟他打 唉 唉 不解摔 我知道你不解摔 這個人不太解這個人不太解摔的 目前凹還不知道 目前凹還不知道 又一個回溯你媽的受不了 凹他一下吧 靠腰,不按了 他的延遲點是比較慢的延遲點 哎呀,這人真的不解摔耶,這個人啊 這人真的不解摔耶 受不了 你看我摔不摔爆你啊 你看我摔不摔爆你啊 我應該摔個兩三次之後他可能會開始 我猜 我預設立場先這個樣子 他可能會跳吧 靠腰 嗨,OK 應該死了吧 還敢給我不解摔 這位在大陸有點名氣 主力是龍 他看得出來是不錯的 看得出來是不錯的 預祝YOLO成功 感恩感恩 新人練起來都不會選擇角色 不是,是因為陸克 在比賽中通常是PS4環境 PS4的陸克就沒有這麼頂尖 沒有那麼頂尖 但在PCE他是最佳 呃,幹你娘,這樣沒插合到 他就是 正常來講的 什麼都有的角色中最強的 還敢不解摔啊 還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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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靠腰 你還敢給我解摔啊 早就知道啦 早就知道 早就知道你要解摔啦 背力沒的兔女龍 你看了嗎 敢不敢先傳一個照片 我看一下 我是還沒看到啊 好啦 這個人不凹 這個人 其實就是那種感覺 就是那種玩世代的人 你知道 就是不太凹 不太解摔 他的 他的 他就是 怎麼講 感覺想要給你打基本功的那種類型 提神打 靠腰一個lag 幹你娘 唉呦 各位啊 白痴一個lag啊 嘖 沒人要玩伊吹了嗎 伊吹比較 這個版本比較沒那麼強啊 終於解摔了 是嗎 打一個插盒 打一個插盒 解摔啊 OK 唉呀 就跟你說 你這個 唉呀 他這個打法 也不是說不行 就 太 太 太穩重了 這打法就太穩重了 這就很像以前世代的那些高手一樣 就是我都不做什麼特別有風險的事情 想要靠力回 欸 我剛好認識一個人也是打這種類似想要穩重打法的 但我說的在這種穩重打法 真的不強 代舞台真的不強 他可能是看那個誰的影片看太多 我忘記名字了 好 這個人我跟你講 我印象 他很喜歡起身速點 他是第二時間凹啊 這個時候就要花一下這個 然後他是老頭可能會凹 他好像是很喜歡起身速點跟 不太愛解摔吧 有點忘記了 這個人 還想變身 不是啊怎麼可能解摔變身啊 怎麼可能解摔變身啊 他是不是又想要那個 開局被打了 開局被打 沒有 會不會凹呢 他老頭應該是不太喜歡起身速點 不要跳啊 他剛剛第一個是 然後被我弄欸 真奇怪 是為什麼 幹嘛 打法 幹 你倆又是起身速點 這個人 這個人是真的 我不知道他玩遊戲為什麼都 你再給我起身速點 你再點 動動動 其實很多的都是他這個樣子的 就是 就是他自己 有一個打法 然後就一輩子都這個打法了 你懂嗎 就很奇怪 很多人都這個樣子 我覺得台灣有百分之 不要說台灣啦 全世界可能有百分之七十左右的人 都是這種程度 就是我們可能玩到一個程度 蠻強的 但是我們的打法就一輩子不會變 比如說我很穩的 我幹嘛 我很喜歡做某件事情 我很喜歡幹嘛幹嘛 他們都不會變的 就這樣子的話是真的 不太會變強 不太會變強 他不知道飛了吧 你看 這個動作太固定了 動作選擇太固定了 就可能打一般人可以 但打我 打我是肯定不行啦 打我是尤其不行 因為我都是對戰中一點一點去收集信息的人 要不要三強 三角跳 三角跳 滑梯暴B 先後跳 動動動動 好了贏了 哇 這場贏得真漂亮 我跟你講 我六年來第一次做這個東西 我說 欸怎麼跳那麼甜 拍個照好了 拍個照好了 我跟你講 我這六年從來沒打過 我第一次這樣贏 這原地跳蜀石是有點甜啦 我跟著想說 這個 最後帥個拍照好了 這剛好跳的 想了一下 拍個照 拍個照 因為卡琳CA絕道是很難對空的 卡琳也覺得很難對空的 這個運氣不錯 第一次中贏法 拍賞 拍個照 拍攝